據網上爆料 中國醫護人員正在成為感染重災區 武漢第二大醫院 漢口的協和醫院淪陷 神經外科一層樓 醫護和病人全部感染 病房已經封鎖 協和醫院感染科主任 中心醫院假如外科主任全部中招 已經上了呼吸機 武漢匿名醫生透露 目前每天醫院門診大排長龍 括號要隔天才看得上 死亡人數遠大於官方所報的數字 因為沒被確診的都沒算在內 而醫生都被封口 據報導 中共國家衛生委員會呼吸系統專家 王廣發在前往武漢檢查工作後 回北京被確診為武漢肺炎 諷刺的是 他在十多天前還說 武漢整體病情可防可控 據悉 武漢市衛健委為了防止疫情擴散 禁止活情銷售 嚴禁野生動物和活情進入武漢時 並且落實機場 火車站 汽車站 碼頭等體溫篩查 隔離發熱患者和密切接觸者 減少公眾聚集性活動 1月22號上午 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說 嚴防死守 把疫情控制在武漢 武漢市民王先生表示 政府防控不力 返鄉的人潮早已把肺炎病毒傳播到外地了 有一名20歲學生坐火車途徑武漢時 下車停留10分就中招了 有推友發文說 現在就是毒死亡率 毒病毒變異速度 並附上一張武漢醫護人員發出的訊息截圖稱 實際情況可能比大家心裡最壞的預期還好 中南山院士據說他來武漢瞭解情況後提議封城 但是國務院否了 我們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疑似的病人 但是收不進來 他估計疫情規模 可能超過03年的SARS 清唐人記者雄斌 中原採訪報導